《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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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因為 我覺得軟或者覺得近 而有所爭辯 就算軟和近之間 軟和近其實都可以同時存在 不會有一種對抗在裡面 這系列我開始做的時候就在英國開始做experiment 其實是我Year 2的功課 那時候就在試試不同的菲林的可能性 我就試試用重步的方式去拍照 之後慢慢發展下去就開始拍攝英國的大廈 因為我很喜歡逛街 經常留意大廈 英國的高樂大廈 是比較新的 線條很漂亮 又嘗試用上下重疊的方式去呈現 發覺整件事很有趣 鋪得一般 如果英國的樓線型大廈拍出來都這麼漂亮 不如試試在香港平民化的社區上拍一些唐樓 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這個系列就是這樣彈生出來的 他就一系列的香港比較基層的唐樓 然後就用重播方式去重疊了他們的影像出來 香港給人的感覺是很壓迫的 因為對比起英國剛開始的照片 就會覺得整件事是很優雅 很放鬆的 但是香港就會給予一種壓迫感 它會有一種對立的情況出現 我們其實一般人一張桌椅 你都可以說它是雕塑 但是我們不覺得它是 我們怎樣建構自己的空間 或者我們怎樣去用一些日常用品 我們專注在功能上 很多時候就會忘記了它本身 它也有雕塑的元素在 或者它根本就是雕塑的 你看到中間這個木 這個是一個漿木 其實是那時候天甲的時候 拿回來的一些漿樹 它是來自大埔風水林的 一棵四百年漿樹 我那時候拿它回來 可能是因為它的故事吸引到我 那時候的我也是一個在畫畫的我 是不同時間的自己收集回來的東西 可以在很多年後 變成了我的一件作品 那這個也是一個 以前的我和現在的我的一個距離 在九龍那邊就打算 搭巴士出去港島區 出了東瑞就看到維多利亞港 那時候就聽著羅文的歌 我現在想聽一首歌叫《家變》 那首歌的歌詞 最後那兩段就是說著 變幻原是永恆 擁抱著永恆 這兩句是令我十分之感觸的 變幻了 我們都要去慢慢地承受 因為這個歌詞就創作了這件作品 就關於我怎樣去看維多利亞港的感受 數碼是虛擬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東西 而我只不過是一個類似 打印機的角色 把我所有接收到的顏色 看到的東西 就直接用手畫出來 這個我覺得是一種數碼實體化的過程 一種可以嘗試將感情和感受模糊 但是依然透過我的手 或者某程度上都保留了我對這件事的感受 作詞可以詞至詞其他自然和感受